导演楚琪评价谭宗颖,长相甜美,气质,清纯可人,演绎的角色非常有灵性,虽然是90后,但身上却散发着和年龄不相符的大气与成熟。 从长相上你永远猜不出来谭宗颖的真实年纪,谁能想到年近30的谭宗颖还能出演一个16岁的高中生呢? 而且还一点违和感都没有。 从《甄嬛传》中的陈贵人一决受到关注,一路走来外形甜美的谭宗颖加作不断,最好的我们,锦衣之下,以佳人之谜。 无一期间他和林更新主演的《请教我总监》在东方卫视热播,谭宗颖接受媒体群访时表示, 虽然外形是把双刃剑,但是自己的词典里没有刻意地转型两个词,就像林更新自己不承认自己天生的喜感,其实是给他加分。 哈喽,这里是友谊说二,为你带来最新的娱乐圈资讯和恩怨情仇。 九一少女的梦和元气灵动少女的碰撞,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? 请教我总监的热播,就让大家又挖掘了一对宝藏CP,本以为又是一部俗套的霸道总裁文,没想到土田土田的太上头了。 林更新和谭宗颖CP感十足,演技也很给力,实力撑起了全剧, 不少网友表示如果不是林更新和谭宗颖,自己肯定撑不住两集。 观众上头剧方也趁热打铁,放出了林更新谭宗颖的吻戏花絮。 不得不说这段花絮十分给力,没有使用替身不说,也没有采用借位等拍摄手法,均为演员真实上场,拍摄的过程中也是状况连连。 仅是一幕小秘书逆袭霸道总裁的天台吻戏,两人就亲了不下十次。 期间谭宗颖一度扑稳用力过猛,撞破两人的嘴唇,对此林更新还冲着导演委屈道,他差点把我的牙都要磕掉了。 谭宗颖文言忍不住笑着回应,按亲下去的时候是觉得有点猛了。 之后吕子恩基不停,林更新估计也不好意思了,尴尬的和谭宗颖解释,我的鼻子太高了,所以不好对位置。 现场工作人员听完全体小凡,不得不说林更新总是会时不时说上几句令人耳目一新的梗,贪称暖场小丸子。 谭宗颖也是比较温柔和善,没什么架子,所以尽管这一段吻戏屡拍吕恩基,现场仍然一片和谐, 大家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角度与方式演好剧本。 当然,这段花絮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,直言男女主角CP感爆棚太甜了。 话说虽然这次听得这么猛,可是弥补了锦衣之下大家的遗憾,当初谭宗颖和任佳伦的六元一金虾CP, 至今还让不少观众念念不忘,甚至喊话希望两个人二搭,其中的遗憾就是剧中没有两个人太多的吻戏,甚至说得上是清汤寡水了。 当初锦衣之下播出的时候,仅有的吻戏被眼尖的网友对比了嘴部细节,发现任佳伦嘴角没有质, 但拉到特写时,男主的嘴唇下方却出现了黑色小质,因此被怀疑用了吻戏, 两人另一场吻戏天台吻也有阶位嫌疑。 粉丝用来澄清的吻戏花絮也没拍到两个人真情,反而让很多网友更觉得看起来像是在排演如何来借位, 任佳伦也因此深陷吻戏风波,其实任佳伦也不是没拍过吻戏, 最早让他走红的大唐荣耀里,他和景田就是实打实的情商了, 在2014年拍的吻戏也是真拍,没有吻戏和借位这一说。 所以不少人说,国超是从2017年公布恋情之后就没有再拍过吻戏, 是出于考虑另一半的感受才不真拍吻戏,不管怎样,对于锦衣的粉丝来说终究是个遗憾。 话说之后谭松运拍的戏,其中有几场吻戏称得上是生猛, 以家人致命有一场宋威龙把谭松运抱起来的树吻,拍摄时路透视频就引发了热议, 宋威龙一把抱着谭松运,把他挂在树上亲吻, 美名其约,树东吻,这段戏在电视剧片尾曲出现了并没有删减, 宋威龙官方身高185厘米,谭松运官方身高162厘米, 相差23厘米的确不太好接吻,还好谭松运体重轻,而宋威龙身体强壮, 宋威龙可以轻松抱起谭松运,据悉拍摄这场吻戏的时候被上百名学生围观, 而且这场戏从白天拍到天黑,网友调侃画面太美也太尴尬, 这心理素质也确实是很强大了,其实谭松运还有一场和徐卫洲的90秒语中吻戏, 称得上是既生猛又浪漫,亲爱的麻洋街,谭松运徐卫洲热闻90秒的视频, 一经流出很多粉丝的少女心立刻被激发, 网友称本以为是闻一清新风的年代剧,没想到还有这个场面, 看来激情吻戏确实是让观众们蠢蠢欲动了, 视频中谭松运和徐卫洲在大雨中被淋到浑身湿透, 据透露这是一张两人产生误会后的场景,徐卫洲头上还有明显的伤痕, 谭松运则一脸悲伤动得瑟瑟发抖, 随后两人忘情地在雨中热吻。 这段文戏也是长达90秒,徐卫洲抱着谭松运相当入戏, 谭松运搂着徐卫洲的腰,画风很唯美也让观众面红而至, 真的是又甜又冷,观众也对这段文戏颇有感触, 不仅刷起了话题为该剧增添热度, 还夸赞徐卫洲很会亲,直呼代入感非常强, 另一个角度的视频也看点十足, 两人在闻戏前的争执情绪饱满, 剧情跌宕起伏,走向更是难以捉摸, 不过两位演员的演技还是让人眼前一亮。 有人说如果八五花和九零花中, 有谁能够成功转型成为亲一的话, 那一定有谭松运的一席之地, 这话也可以看出不少观众对于谭松运的看好。 之前的谭松运因为娃娃脸, 物少人都说她的系路被限制, 只能演古灵精怪的高中生, 虽然说身上的年龄感不重, 但是也会局限于千篇一律的角色, 但是事实上, 谭松运这两年接的角色跨度很大, 不管是古装宅斗的景星思域, 家庭伦理剧以家人之名, 亦或是职场剧请教我总监, 可以看出谭松运走出了自己的天地, 本来好的家庭伦理和职场剧, 就是现在亲衣们的天下, 这也是检验一个演员是否能够胜任不同角色的标准, 所以也有不少观众看好之后谭松运的发展, 谭松运的演艺之梦始于2005年, 那年15岁的谭松运参演了电视剧《山菊茶》的拍摄, 虽然只是一个配角, 却让她从此爱上了表演, 两年后17岁的谭松运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, 开启了自己的演员之路, 毕业之后她拍摄了多部剧集, 2010年是谭松运的幸运之年, 谭松运饰演《甄嬛传》中的唇二, 让她一下子出场走红的滋味, 谁能想到, 谭松运凭借着演艺姐姐再度走红, 她的脸上丝毫没有年纪感, 就在事业上升期的时候, 谭松运的母亲因为车祸去世, 她放弃了所有的工作, 在医院陪伴妈妈走过了最后一程, 在综艺节目中, 她透露会经常梦到妈妈, 这一年谭松运29岁, 整理好情绪之后, 谭松运复出和任佳伦拍了紧衣之下, 没想到这部剧依然是大火, 伴随着人气越来越高, 谭松运却非常低调谦逊, 从来没有任何绯闻, 而是在不断用作品说话, 许多人说谭松运是一个元气女孩, 并没有任何的偶像包袱, 最近, 何炯仙娜的节目朋友请听好, 谭松运撑着雨伞出现的一瞬间, 被不少网友称赞为是氛围感女神, 之后, 在节目中她居然选择素颜出镜, 头发随一绑着丸子头略微有一些凌乱, 但是皮肤白皙细腻光滑和平时并没有什么差别, 一点都不像是31岁的女孩子。 在小屋里, 景伯然很少为谢娜倒温水, 可是景伯然却主动为谭松运倒温水, 因为拍戏的缘故, 她和景伯然的关系也非常好, 两个人也变成了好朋友, 吃饭时谭松运也没有任何的脚肉造作, 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, 可能就是这份真实才让更多粉丝喜欢她, 你看好谭松运的发展吗? 好了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,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, 我们下期再见啦。